終於到達久仰的中東小巴黎,貝魯特 上午去了最重要的尼巴嫩國家博物館 解構世界上最早的文字 接著又來到海濱大道的遊艇碼頭 起一冊尼巴嫩午餐 下午去了市中心逛逛中東小巴黎 看看像不像祖師爺 2023年的大爆炸,來到這個國家的經濟崩潰 這就是貝魯特大爆炸的現場 最後room tour一下 Travolla旅行團入住的 貝魯特 Holiday Inn Crown Plaza 酒店 大家千萬別以為尼巴嫩 或者貝魯特還在戰戀之中 後面有四個酒店 Intercon,這個叫Pionician 是最美的一間本地酒店 後面有很多遊艇,豪華遊艇 前面這個站橋 右邊全部都是餐廳 我們就在這裏吃下午 這裏屬於比較有錢的一個區 完全沒有受到戰亂的影響 你感覺到有點像歐洲 我們可以看到這裏吃 這裏叫Nela 我們今天中午在這裏吃飯 我們的導遊 這裏有在這裏 還有豹肉也在這裏 我們先點了些包 這是Pepsi嗎? 對 但製品並不是紅色 是紅色 對 是屬於各式Pepsi嗎? 對 很美 有沙律 and this is potato and this is spring roll 這個就是mixed grill 大家看一下下面有不同的肉食 這裏有Gucci、LV、Fendi Aspy是這裏的百貨公司 屬於黎巴嫩的Herold 這間很豪華的百貨公司 它做著Christmas Deco Aspy這間公司叫做 建築全部都是1920年代戰前的 還是法國時期 Loran Piana都有 這間很貴的 教宗曾經說過 唯一在黎巴嫩這個國家 可以看到各個宗教是和平相處的 好像我身後面的一個清真寺 和後面的教堂 他們是和平相處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清真寺 後面的教堂是1888年的 天主教堂 前面的清真寺是2000年之後才生起的 不過大家可以在同一屋簽下和平相處 這邊就是他們的廣場 有一個最大的黎巴嫩的國旗 上面就是黎巴嫩的雪松 然後下面那兩隻字寫著是革命的 這邊還有一個獨立女神的像 在前面 這裡就是黎巴嫩大爆炸的現場 我們看到這個建築 這個建築是綠色的 這個綠色的綠色 綠色的綠色的綠色 綠色的綠色 什麼綠色的綠色 我們把綠色的綠色 這就是三年前黎巴嫩大爆炸的現場 到現在還是一片的屯門拜雅 這個也是人類史上除了原子彈 最大的一次爆炸 有200多噸的燒酸鈴 就存放在那個貨倉裡面 然後引起了這個磨菇雲式的大爆炸 當時是死了200多人的 整個城市周圍的玻璃全部震到了 碎了 到現在過了三年都沒有恢復 也都造成了黎巴嫩經濟 是向客大幅滑落的一個原因 損失了很多錢 政府說調查三年 換了很多屆都調查不到什麼原因 這裡寫了幾個字 Act for Justice 他們要找到公平的 有沒有公平呢 找不找到呢 真的沒有人會知道 現在就出現了 這個Holiday in Crown Plaza 的1501號房 進來就是一個洗手間 還有一個浴缸 然後這邊也算大的 有一個客廳 有梳化 然後一個大床 Sony電視機 還有書桌 看到一個很漂亮的 地中海的景 雖然玻璃真的很骯髒 哪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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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